106然后Office中文增值功能 难易度是中 不过这一题的话 大概跟前面 这个题目类型其实差不多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要怎么样 把那个投影片的布局主题 所以你要找图丁 图丁的位置在哪里 当然你可能要找一下 他可能比较偏后面一点 第二的话呢 投影片一 投影片一的话 基本上就是指的是 第一个其实他要做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这个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指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完成的 它的那个中文字型是标凯题 英文的话呢是impact 不过你们找一下 有些电脑没有impact 那你大概找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阴影 这个前面也讲过 那色彩的话是红色 辐色2 叫声版这个书 所以大家找一下 他这边有RGB的色彩 然后呢 另外对齐文字 置中显示 置中的话 当然上 在上个礼拜讲过 包含水平跟垂直 那这里的话 基本上 看起来应该是水平跟垂直 都要置中 所以两个效果都要做出来 第二的话呢 标题文字框 指的是这个框框 框框的部分呢 要把它做出一个什么 图案的样式 有点像这样的效果 然后呢 副标题文字 指的是下面这个地方 它要大小36 所以字把它稍微放大36 加上什么 双波浪状的底线 所以你会看到底下 会有个波浪状的底线 那再来分别修改 头影片2到4 就是下面这三个 总共其实就四张 头影片 那当然就标题文字啦 其实标题文字 就是上面这个文字 它要做什么 也要标凯题 impact 字大小36 阴影 那深红色 那标题文字框 就这个框框 它要做成这个色彩 所以你会发现框框的色彩 长得比较类似像各位可以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效果 然后呢 内文的文字框 那内文的文字框指的是 这个底下的这个框框 它的框框要做什么呢 宽度14 所以基本上 等于是往内缩一点点 让它宽度变窄 位置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水平 水平是横向的 3.1公分处 垂直的话呢 是6公分 所以位置大概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图片的 这个大小跟位置 大小 这个图片在这里 这有个握的一个 小的一个图示 它的缩放比例把它缩小 其实就缩小53% 本来100%变53 那位置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水平是20 所以横向的距离是 到这边大概 到这边大概20 垂直的话呢 大概就是 向下 这边 大概 所以做出来大概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可能这一题 我想比较复杂一点点 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第四个 跟第五个 因为这一题 需要做什么 一些动画的效果 这个动画效果要做什么 什么 猛然挪动 有没有 也就是设定呢 投影片 那个标题文 特别最好是标题文字 那也就是标题 进来的时候呢 要有一个所谓的猛然挪动 的那个效果 然后 不是猛然 是猛然 OK 猛然 然 难 OK 蛮近的 猛然 挪动 OK 进入那个动画的效果 那与前动画同时 特别注意 将来这个动画 因为前面没讲过 那动画效果 待会播放也就会看 这个效果到底有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期间的话是0.75 是指的是秒 就是大概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再来就是脉冲 强调 用强调的方式进入 接续前动画 期间是一秒钟 这个等一下怎么做 我想你们可以试做看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待会我会再做说明 然后呢 再来就是设定投影片 2到4的图片 特别注意 刚刚是上面的标题 现在是图片 图片指的是这张图 它要有什么呢 漂浮进入 飘进来的 OK 然后呢 向下浮动的效果 而且接续前动画 期间的话是1.55秒 这个效果 等一下demo给各位看 最后设定所有投影片 它的切换动画 这个切换动画是门 刚刚是什么立方体 然后垂直 取消按滑鼠换页功能 每隔2秒自动换页 这个跟前面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这一题 其实比较难的 我想应该是在第四跟第五部分 所以等一下你可以把第四跟第五 稍微再聊 我播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是已经完成的 我demo这个完成给各位看 因为它自动换页每隔2秒钟 所以基本上 有没有 门的效果 这样这样 2秒钟之后 换下一个 那你会发现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动画 这个就是猛然 OK 有没有 这个效果 就是 而且每0秒 0.0秒钟 图的话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就往下挪动 进来 就是这个效果 而且呢 2到4呢 都要这个效果出现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啦 这个动画效果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其实在 PowerPoint 如果你会做这个效果的话 它的感觉其实 我想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还蛮生动的 不过你这个效果要是 要是有 有刚好配合到这个内容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稍微把题目呢 了解一下 那待会我们一样是把1到3 先完成了 然后4到6 尤其是4 5 两个部分 会比较重要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题目 稍微了解一下 能做的 先做做看 好 首先的话呢 我们针对题目来快速的来看一下 第一个它要我们什么 投影片 附近主题 设为图钉嘛 那图钉的话 其实就设计 里面你往下找 它的位置应该是在 倒数的第2排的那个 这边有个图钉 点下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只要找到了 那这个技巧是你游标 可能要放上去 它会有一个名称出现 不过它会停个一秒钟才会出现 所以你变成 还是要稍微稍微找一下 熟悉一下这个环 这个这个 里面的功能 第二的话设定什么 标题投影片 一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标题文字 那标题文字呢 特别注意 中文跟英文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中文英文不一样的话 那记得你不能用 这个画面上面那个功能 那里面总共会有 中文英文 阴影 跟那个字的色彩 还有对齐方式 那我们分别来完成 一选取这个框框 第二个的话 切到常用里面呢 那特别注意 这边只能选一个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点选这个机关 OK 然后呢 中文 这边有英文 所以英文你用impact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往下找impact 所以你不能 不是选两次啦 记得先选英文 中文在这边选 中文的话呢 在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标题题 这样两个就可以不一样了 中文英文混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它会自动去挑选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怎么样 设定好中文英文之后 阴影跟那个颜色 那颜色的话是红色 辐色叫声 25% 所以分别的话 把这个阴影加上去 那色彩的话呢 请你找到红色这个地方 它往下找 往下找 25%的话 80 有没有 60 一直往下 其实就这一个 25% 有没有 OK 应该 有没有 这边可以 你不要放上去 它会显示出来吗 不过还是要熟啦 基本上就是要让 你要熟悉这里面的颜色 那再来对齐方式 预设已经至终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垂直的 把它置装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 这个文字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标题文字框 要加上一个图案样式 那样式怎么加上 特别注意哦 请你切到 以后如果想 它这边有问到样式 请你特别注意 只要你选这个框框 上面就有格式 你就选取这个格式的话 它会显示那个图案的样式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慢慢熟悉什么 这个东西 点选 这边有个箭头 请你选择什么呢 题目要的那个 它应该是要我们什么 轻微效果 橙色 辐色 一嘛 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点选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主要是让你熟悉 那个功能在哪里 再来副标题部分两个 字的大小 三十六 双波浪 底线 关键在底线 所以怎么加 一 选取这个框框 二 在这个地方找到那个三十六 那波浪状在上面不会显示 所以一样在这个机关里面 请你找到底线样式 它是双波浪状 刚好在最下面 双波浪状 在这里 有没有 双波浪线 我看看确定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第二题就完成了 OK 主要是熟悉 功能在哪里 第三的话呢 一样 就是二到四 所以 其实二 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用复制格式 自己再把它 它复制到二到三 那基本上一样选这个框框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里面一样 这个标凯体 跟英文字两个分开 字的大小是三十六阴影 然后呢 深红色 所以分别把这个地方 一样点这个机关 那这边 英文的部分呢 选择impact 它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一下 i开头 impact 然后字的 这个中文的话 是标凯体 大小其实这边也可以选 这边三十六 那阴影的话 其实这边好像也可以选 我看有没有阴影 如果没有的话 就按上面那个 OK 按阴影 那字的颜色呢 是这个深红色 其实就这个选项 点它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那个框框的部分 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那个标题文字框 的什么图案样式 其实就刚刚那一题一样 那选取什么 格式 它里面这边有个键 图案样式 那记得选那个框框 那因为它也是 成色的啦 所以你就找成色这边 那因为它有一个外框 所以是第一个 色彩外框 成色辐射液 就这一个 OK 就这效果上去 记得不要点Y 就可以 这个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B的部分 C的部分呢 是内文文字框 它基本上要做什么 也就是那个框框的部分 要做什么呢 它的宽度把它缩小 14 为14 位置的话呢 改在3.1 跟6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按滑鼠右键 大小及位置 宽呢 本来是17 改成14 OK 第一个完成 然后它就缩小一点点 位置的话呢 改在3.1 跟什么 跟另外一个是3.1 跟6 所以把这个改成6 那这个是位置 它等于是稍微挪动一下 所以一开 你会发现就这个位置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第C的部分 那 这个 图片的部分呢 53 位置的话 20.5 14.53 所以呢 我们直接按滑鼠右键 一样 把这边改成53 那因为它锁定长宽比 所以你改宽跟改高 其实都OK 为什么 因为一开之后 锁定长宽比有打勾 所以两个都会53 在位置的话呢 这边改成20 多少 0.5 记得好像20.5 那 垂直的话是多少呢 垂直的话是14.53 所以它是14.29 把它改成14.53 好 按关闭 那特别说 这个底下的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 自行做了一个 另外 另外两个一样 看你是复制格式 不过 那个大小级位置 不能复制格式 所以你可能要重新再做过 OK 要不然还有个方法 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这个 Ctrl C 然后移到这边的时候呢 把这个删 不行了 这个图不一样 这个图好像一样 如果图一样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图给删掉 Ctrl V 贴上 它会贴到 大小跟位置都一样 不过这个不行 这个变成你把它重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1到5的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 那可能主要会有问题的 我想应该是那个英文字 记得不要在上面选 因为英文中文 上面的话呢 只能够选一个 一个 但如果你要选两种不同的话 记得在自行的那个机关里面 做出来动画的效果 先跟各位 也就是显示给各位看 那怎么知道你做完了 对不对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 第二个到第四个嘛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呢 请你切到那个 上面的面板 上面的那个标签里面的动画 动画的 这个面板里面 它会有一个 动画窗格 你就点选它 这个动画窗格就显示出来了 当你再点一下就关掉了 它这里有一个开关 那怎么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呢 上面有个播放 对不对 那其实题目里面要的 就是这些效果 包含就什么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猛然 OK 挪动的进度效果 0.75秒 然后再脉冲 那另外再来 它这个播完之后呢 就会播什么呢 播那个 把什么呢 把那个 这个握的那个小图 再用向下浮动的效果 接续前动画 期间的话是1.25秒 那我试播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播放 有没有 它这边先把这上面动画做出来 然后呢 再把这个向下浮动的效果 1.25秒做完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1 挪动 脉冲一下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这个流程吧 那也就是以后呢 如果你要确定说 你做的动画是没有错的话 记得呢 在这边有个动画 动画里面有个动画窗格 其实是可以播放的 OK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按部就班来 那我把那个 还没完成的这个先切过来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先点选这个文字框 因为我要针对这个文字框做动画嘛 所以我先把它选取 选取完之后呢 接下来记得点选动画 OK 特别错 再来的话 请你注意 可能会有三个动作啦 那个三个动作呢 都是所谓都连贯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效果 那你效果这么多啦 比如说进入是怎么样的进入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这边当然你会有个什么 有一个 它后面有个预览嘛 可以让你预览一下 到底哪一个动画 那这个题目里面呢 它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它这边有个是猛然 这个挪动的这个进入 特别重要 关键就是进入的动画效果 然后呢 接续与前动画同时 期间是0.75秒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它是一个进入的动画 然后呢 与前动画同时出现 时间0.75 所以呢 接下来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在这个进入 这边有个进入 里面找不到那个效果的话 请你找到其他的 底下有个其他 也是 你会发现是绿色的 绿色都是进入 那往下找 因为它的位置 比较下方 是在这里 OK OK 这个挪动的效果啦 然后有没有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完成 它会有效果 可是这个效果什么时候出现呢 其实是按一下 预设是按一下 所以呢 你要把它改成什么 与前动画 它有三种动画 让它开始的 触发它的机制 那题目因为它是要 我们不是按一下 如果你按一下 按一下 它这个动画才会显示 那题目要我们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期间的话是0.75 有没有 所以 1 2 3 记得就稍微参考一下 题目里面要的动画 与前动画的0点 再来第二个脉冲 它是强调动画 那强调动画什么时候出现呢 接续前动画 就前面的动画做完 再接着做 期间一秒钟 那怎么做呢 接下来 记得新增第二个动画 脉冲 因为我是要 做完刚刚的动画之后 再做这个脉冲 脉冲效果有点像这样 有没有 闪一下 OK 其他当然还有什么 彩色脉冲 敲敲板 有没有 陀螺转 有没有 放大缩下来 有没有 其实这效果都还蛮 还蛮快速的 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呢 新增第二个动画 记得 那它什么时候出现 不是按一下 接续前面那个动画 也是前面那个 猛然挪移之后 然后呢 0.75秒之后 就换它了 换它上 然后呢 期间的话呢 就是一秒钟 OK 所以新增 所以基本上 第二个是 这一个 然后再改这一个 再改这一个 好 这样的话 第四题就完 完成之后 你可以切到 动画窗格 这边第一个 这边第一个 这边第二个 这个是接着它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在它后面 说播放看看 先 有没有 再来什么 脉冲一下 OK 就完成了 应该懂了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吧 基本上 Powpoint的动画 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是觉得它的概念 基本上还蛮容易懂的 而且蛮好控制的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做 做完之后再做这一个 这个要做什么呢 基本上它要我们把那个图做什么呢 就是第五个项目 它是要做进入的动画 那什么时候进入呢 是用什么方式 漂浮进入 从什么方向 是有向下浮动 然后接续前动画 期间是1.25秒 所以呢 一选取它 那第二个的话呢 什么时候进入呢 它要什么 漂浮进入 OK 所以你就点选这个漂浮进入 那漂浮进入之后的话呢 它要什么 接续前动画 所以接着在后面 所以前面做完之后 再接着做 期间的话是1.25秒 OK 那基本上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 向下浮动 的效果 然后前动画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这可以再播放一下 一 这个先做 然后呢 它脉冲一下 这个再浮动出来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还有个效果 效果应该是向下浮动 所以刚刚漏掉这个 预设是向上 可是我要向下 所以记得 这个动画 它漂浮进入的话 这个要改一下 所以 一二 接续前动画 期间的话 时间好像没改 期间应该是1.25 所以把时间再往上调一下 好 一二三 四个动作 最后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播放起来 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效果了 那特别注意啊 因为每一个投影片 它是单独的动画 所以如果你切到下一张投影片 它的动画是没有的 所以你可能下面三跟四要额外再做 那最后把这一题 这个这个这个讲完好了 我们讲完再来下下课 这个门的效果 垂直取消换页 每隔两秒 其实这个跟前面的效果 其实还蛮像的 一切换 二找到什么门的效果 再来的话呢 它要什么样 这个效果选项 它是要垂直的 所以预设已经垂直 不用不用动 那取消滑鼠换页 每隔两秒 那最后怎么样 全部套用 OK 跟前面的两题 我想动作都一模一样 把它全部套用 那这一题的话呢 我想就大功告成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应该比较难的 应该是在第四跟第五 动画的效果 记得那个动画设计 第一个请你切到 那个动画的那一个标签 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些动画的效果出现 那你要先选取 你要针对 那个简报上面的 哪一个元素做动画效果 比如说 它第一个第四题 是要先记得 要先选 那个上面的 那个标题 的那个框 然后再做 那个进入的效果 那因为呢 这个效果里面呢 它猛然挪动 那个效果 没有在上面 所以记得 你找到下方的 其他进入效果 再往下找 应该可以找到 然后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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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